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收听我们的新闻联播 讲文时间 第一宗新闻应该提提胡志伟 现在法官又批准他出来 扮喪事 之前不批 又说要解个视像占养为庸 胡志伟拒绝了 现在法官又再批一次 弹出弹入是什么呢 这个没问题的 因为承教署达了先例 但现在法庭问题就容易解决 订阅给承教署 承教署放出来等走犯就很麻烦 法官不同 法官走犯很小事 法官不用抹锅 承教署走犯很大 如果胡志伟可以出来拜山 不是拜山 即是类似的 而叶继宽就不能出来 明白吗 如果个个死老爸都可以出来的话 你没办法 我想这件事 很明显的是 武奸道 为什么呢 武奸道就是杜汶泽和 谁一起在监督 余文乐 余文乐 余文乐就是杜汶泽死的父亲 什么叫做坐牢 杜汶泽就是 坐牢就是连你老爸死了都不能去拜 你都不能才叫我坐牢 很明显的 无眼道已经有说了 他那段戏是很正的 所以这件事是很清晰的 我不明白为什么大家会这样炒作 我们也说过其实胡志伟 他这样将这件事抽作非常不孝 你问对方 应该你什么都会接受的 假设你是接受什么都会接受的 你应该不接受这些东西 但问题不要紧要 如果出来了的话 法庭去处理了这件事 但这件事的确 我看不见 联登也说 曾经说什么略情 但我想杜汶泽说得很清楚 这件事是不应该略情的 因为实际上 你不能够这个反就可以 那个反就不可以 那你就会替世界大言 杜汶泽说得对 坐牢是不应 寄司就是你死了父亲也不可以出去 那件事 但法庭是可以的 所以是法庭的决定 这是正确的解决方法 好 那一宗新闻 北京出手修改香港的选举制度之后 香港的安全系数大幅提高 全国政协委员一国两制研究中心的总裁 张志光接受香港01访问时 本港的政治议程已经重新洗牌了 中央再不用担心选举会出事 而影响国家利益 认为内届的特首选举应该开放竞争 至少被两个人入习 特首选举应该开放竞争 他还在说若然梁振英再次参选 他认为对方如果以全国政协副主席的身份 兼入特首 也不存在所谓降格的问题 反而有直达北京的优势 似乎张志光又开始讲了少少 梁振英先生出来竞逐特首 有没有这样的事 或是你觉得有没有这样的可能 这件事在看制度就不够格 但是如果梁振英去做特首 去选特首的话 不如不要选 为何呢 如果你开放的话 你现在两个大家差不多 拨链的人去选 你那位政协副主席来跟我选 那我怎样选 你降格来跟我选 那我怎样选 那其他人怎样选 你政协副主席 这是很大的事 你之前是高级过案的 你现在是鲁振英去做 当时是鲁振英去做 其他人就可以压住香港的阵脚 一样的原理 你梁振英下来 那我林郑怎样选 我林郑本身 如果林郑连任何人选 我如果无端端说是林建乐 或者是其他人 台链链 你怎样选 那件事你高级过我的话 如果梁振英下来 不如没有选 直接梁振英去 其他人选 因为你会有这样的问题 为什么不存在降格的问题 直接是降格 那天你降格了 你突然来一个高位的人 而他选 其他人会有很大压力 整件事会有这样的问题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对于这么说 如果查理斯王子 走过去选议员 英国国会议员 或者来香港选立法会议员 其他人没得选 你降格后其他人没得选 这件事会很麻烦 例如我说林郑 应该选 你做错一件事再选 你何以服那十四亿人民 或者是 如果林郑要选 何以服那么多官 原来买了很多大 这件事是不合体制的 这件事是不合选 到现在的跑马制 都没有什么 但是梁振英选 如果梁振英来选 其他人不选 就算是可以的 我摆明是让梁振英来选 其他人就没选 至少人不得也好些 有些不太好看 但是会有这样的问题 就是其他人 你下来 今次香港出了这样的乱事 我摆明要找到最高规格的人 下来选 我摆明是这样的 但是不要说 张志冈说这事有点自相矛盾 就是你叫梁振英来选 其他人不得选 你一定要让大家去做一个三个选 就是等于你 好吗 你去打 现在是打轻量级 你来的250档他怎么打 是 我想大家试试水温 因为现在特首跑马制 都没有什么特定的官方消息流出来 大家也要说 梁振英来早前说 梁振英 连任 我想大家就给一些消息上来听 都是顺便 林郑连任 我觉得又是你何以服众 即是说你这件事 那官就说原来我犯了事 我下一届可以继续做 即这件事本身不通 你不可以这样做 第二就是梁振英下来的时候 我觉得如果合理一点 梁振英找她的支持 她的支持 她的支持 重新洗牌 我想如果现在这个政局重新洗牌 这个全新的一个政治格局 她做得对 我说不到 我说不到 但第一是没错 第二 如果这样做 就像是普京和梅德韦杰夫转来传去 你明白吗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在行 我会觉得有这样的状况 要转走为梅德韦杰夫 但是通常 如果是这样不合体制的事 通常在最高领域才可以发生 在下面的一段时间 好了 另一件新闻 本港修改了选举制度之后 政治生态就发生了大变化 民主党等传统的泛民政党 暂时未有表态是否会参选 但是前民协主席立法会前议员 冯剑姬就认为 只要有心去改善民生就应该参选 看不到为何不用这个工具 即是说是议席的工具 你指出 在新制度之下 民主派没有办法 像以前那样挑战中央 但仍然可以在一国两制 港人治港同效忠基本法等大原则下 谈民主 谈不是要求民主 并称中央没有改变基本法 中达致特首 立法会由普选产生的最终目标 他又出来试试水温 民主派应不应该去参选 这个问题呢 有没有意见表达一下呢 我想民主派有需要参选 今次陈阮基上不选 因为民主派没有那么多人 民主党也不参选 民主党不参选 今次他说这届不选 下届才选 类似这样的状况 因为大部分都 很多人坐在监 所以到处中央都多一点 大家都觉得冯檢基贵的 所以冯檢基现在都要 当国家需要征召民主派 即是国家征召民主派的时候 他多一点都要出头 看来都是冯檢基出山的指标 没办法 因为他之前在上一届是 选不了 现在出来了 还有什么人会出现呢 我不知道 他会否找老夫仔 哪个老夫仔 尿什么东西 总之跟他一起 我一时想起 总之之旅那些 李明华那些 应该全部出来了 有两个年轻人可能会比较好 看下情况 因为现在其实 尘埃未定 亦是抗议 双议席单票制 我觉得有一件好笑的 想问的就是 双议席单票制有没有比例代表 我都真的不明白 未知 双议席单票制 理论上如果比例代表 我一次过拿全取两个议席 我可以两个人 不需要两个人 我一样可以比例代表 我不知道是否要 不知道 现在他都 我都觉得 未来的选举有所谓 民主派会有人 正如你所说 政治花瓶都要需要 我们一集都谈过了 好好看一看 反正捉都捉 捉都捉 要清洗都清洗了 拿一些出来 混淡这件事 希望会这样发生 因为 如果不是又是 很难搞这件事 下一单新闻了 阿叻 陈八强的大宅被人发现 在九龙堂全层禅建出来 屋宇柱发出清拆令 13年 他都未拆 室内的面积禅建 达到4000尺 当然阿叻 他是九龙堂 是吗 众此之的 被人捉住 但你所说的问题 这些独立屋宫家不前建 阿叻好像不是住户屋宫 他现在说是九龙堂玉宝各单位 应该是 地 即是 他那里买回来 黄河的贵很划算 因为我去过 是 我去过的 是很大的 果然是尝尝4000尺 当时我心想 有没有那么大 还有没有那么便宜 我回来几次回来 原来是尝建的 我明白为什么 我去过一次 即是你去过一次吗 很多年 就是把平台变了室内单位 我不知是什么 因为很久之后 我忘记了 但我去到室内单位 那时我已经有些潜见的感觉 但那时很小时 我并不太明白 这些固域 所以当然是潜见的 其实你去过很多这些豪宅 是不是很多都有潜见的情况 老实说 例如你一个屋外 整间的 搭开了 给工人住的 其实都是潜见的 我也是 我也是 我也是有潜见的 你也有 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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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 这样好不好说 我对于潜见的立场很简单 当我自己有潜见的时候 我认为潜见是要保护地界就可以了 是的 但现在我潜见已经拆了 是的 我已经没有了 我希望你拆了 我立即调拐了 我立即弃股指挥露袋 他当然要拆了 对不对 太离谱了 这件事实际上太过不适合了 是的 如果十几年都不做就快点做 对不对 这些是坏人 对不对 但是这些我拆了 不如卖掉 我不是 我潜见卖掉 我买回来就是潜见的 不是我潜见的 对不对 对不对 我怎么知道 对不对 所以他就是屁股指挥露袋 以前我拆成潜见 现在我反对 好了 但我再说一句 怎样呢 如果全香港的潜见拆了 我想楼宇面积 可能是立即所有的室外面积 是 我认为减少15% 10% 差不多 这些全部都要难免 所以就等于 全香港拆了200万元单位 OK 20万元单位 OK 全香港等于没有了 即是等于十多年的工业 十三四年的工业 是化为很有 OK 那会推高楼价呢 100% 那便是 好 大家明白 OK 很大件事 拆 20 因为 你看我 一段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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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部分是没有什么 所以就等于这个楼价推高 其实是 你左边和右边都是一个 左边和右边都是一个 即是搞又是 不搞又不是 你这个说法应该是把所理局主要迫 要把潜建 变成淺保地价 如在不迷害流域安全的前提下 但是在此之后再潜建的话 就是人事法序 即拉 不可以像唐一连一件 即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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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用问 一定罪 即刻 在不伤害建筑物结构的情况之下 你保地价就可以了 政府又有收入 如果不是等于你没有了那么多楼 即以后灾犯 就拉 而你是建筑 你是犯了一些 就比较长的 如果不是你没办法 因为实际上你这件事是你解决不了的 13年了 现在也很长 是 好了 今天是星期五 过两天就是母亲节 大家都知道 做食肆朋友都告诉我 其实母亲节是每年生意最好的一天 甚至比冬至和团年饭都好 过去 去年就很麻烦 今年这些食肆就开了 有报导 订位情况都升了20%至30% 昨天我打了给我一个做酒楼的朋友 上班 我说母亲怎么样 他说都很好 现在很多人都订桌 我自己也订桌 在元朗大陆吃饭 因为有一个可以六人六人 我们一家可以分开 我们有很大盘 分开四位 坐得近一点 都算是母亲节吃饭 情况应该挺好的 希望慢慢开放 另一件事就是 林郑月威也很希望 我们说过母亲节 那时吃饭的问题 我觉得现在酒楼大概是新开的 比闭下的多了三四 所以饭吃饭复苏 我仍然坚持了 政府呼吁 与其派钱的话 你减低酒楼的开业麻烦程度 新开酒楼 即是消防条例 那些东西 令到他们不是减低 而是令他们开得快一点 不要搞这么多个月 即是趕快吃饭牌照 消防条例 快点批出来 是的 不要再给袁国勇 那些转锋多少次 那些东西 那些东西 加多个成本 已经很足够 不要搞派钱 不要政府已经没钱 但你搞那些等于是帮了他们 即是说你用政策去帮他们 不如帮他们 不如帮他们找一份工作 令到他们快一点 令到酒楼的基型成本低一点 但又是合理地低 即是说你们政府不需要的 你们去监察不需要那么多 你可以约在一起来看 一次看完一次看完 一次散水 行不行不行不行 对不对 或者那些不需要的冷气的设备 根本就不可能做到 你便通报设备 那些转销了 不要让你无端端 要把脑袋弄不脱出 即是不要搞那些事情 将走一下 不折腾 是比他们要派钱 比他们要派钱 不折腾 一句都说 例如早前有说 每一家食股都要有一个执档员 你现在其实 我一天出去吃 我都没有察觉 我这段都很好 我會這樣說 廁所能屢次分是不需要的 有些很少的小店 但執碗完因為太難 你叫我講話 挺有心的 你將收錢或拿食物出來的人不分開真的很難查 還有我們經常講了很多次的萬年報 警察應該要去抓萬年報 誰在這萬年報 那些很誠心的 萬年報還在這 這最誠心的 病毒傳報 搞了萬年報 執碗新的食物和舊的食物很容易會借到 這些人沒有辦法 那些有需要我們會諒解 但那些沒有需要 即是你約定有政府內部問題 不就官僚的問題就麻煩你迅速解決 甚至是開業 行政長官林鄭月娥 在昨天與香港駐適離的經濟貿易辦事 主辦的網上對談活動 透露希望盡快與新西蘭提出旅遊氣泡 新加坡搞緊都未開始 下一個應該搞新西蘭 但他講錯話 他在網上論壇說 有人問他關於香港移民潮的問題 他說所有離開香港的都是逃犯 我們不在乎 之後當然馬上澄清 因為口法閉說錯話 我想不只是逃犯才離開香港 逃兵 你自己的子女都在英國 好像回來了 但問題是這件事是 但他在英國也不是常常 但我想你叫逃犯是對的 其實是逃兵 他說錯話 但逃兵都是甚麼 你不可以說不在乎 那件事是我們可以說得 鄧正不能說得 要知道自己是甚麼位置 不恰當 真的不恰當 好了 今天的講文時間差不多 好 記住上我們亞洲電視 報名參加以太幣全功略課程 幫忙 拜拜 好的 說實說 我給我聽到 你聽到 這個節目 我們走到 那些角色 也是 有這種 你 我們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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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